山中好时光 欢迎来中山 山中好时光多功能教室启用咯 在全国190所国高中小学校竞争激烈后脱颖而出 老旧厨房大变身 成为兼具简易烹饪操作功能及客服学习的空间 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厨房 真的是破破烂烂的 那我来这边的时候呢 我想说靠着这个美学的计划来翻转我们中山国小 让他们提升他们的一个美感生活 教育处长亲自到场煎菜 同时跟着孩子们到菜园采收青菜小番茄 我们自己种的菜园 我们很开心可以吃到自己做的菜 洗菜煮菜 透过完整的食欲教育课程设计 从食材的原型 用餐的素养礼仪 让学生体验生活的美好与美感 我们中山国小是第一所获得中央补助的学校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在我们整个改造完成的一个环境里面 学习怎么烹饪 从土地 然后一直到餐桌 整个食安教育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食欲 一个是食农 而食农的教育里面 让孩子们看到土地的成长 看到我们当令食材的重要 那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孩子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面 一起努力的烹饪 看着食材变成每一道的加食 其实在孩子的心目中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很喜欢这个厨房 因为就可以学一些 就学怎么煮菜 可以做更多好吃的菜 回家 可以在这边学习一些做菜的基本料理 我觉得还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厨房 因为这个厨房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希望学弟们们也可以 好好用这个厨房做很多料理 打造全新的校园活化空间 校方感谢台湾设计研究院提供专业的辅导支持 期待透过学美美学计划 培养孩子的美学素养 让学校变得不一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